当教会造作神的原则 做应当做的 帮助 应当帮助的 像萨拉法的寡妇一样的 神说你供养伊利亚 当她供养伊利亚结局是什么 她就真正因为供养别人 才能养大孩子 否则的话 那一天就是她最后一餐 那一天就是她最后的晚餐 那一天就是她进坟墨眼前 最后一次的吃饭 但是因为帮助别人 是自己能维持下去的这个例子 是真正实践 真正顺从上帝的旨意的人 这种人享受的不是快乐 不像有钱人赚钱的快乐 赚钱只能快乐 但是帮助人能喜乐 大家说赚钱只能快乐 就帮助人才能喜乐 当你有所牺牲 有所分享 有所付出 有所给予的时候 你的喜乐不是快乐 可以相比的 一个女子什么时候 做女子做得最满足的 就是当她养大她孩子的时候 当孩子从她身上的胃乃 从她的生命中间 挤出她的精神来培养孩子的时候 爱与被爱要平衡 而一个女人只有领受爱 但她没有付出她的爱 来把孩子养大的时候 她生命中间最大的满足 还没有达到 就是当你帮助人 帮助人成长 帮助人追求 帮助人领受 对自己有所付出的时候 你才有真正的喜乐 这就除了因信产生的 望跟爱的喜乐之外 因为你对神领受的 分益人帮助人 得到了喜乐